有一个人你会很想没晚对他说晚安,有一个人他不会主动和你聊天,但你会忍不住想和他聊天,有一个人你一上线就会去看他在不在,不在就一阵失落在又不敢打扰他,有一个人他的状态鲜明,只要一话你立刻胡思乱想揣测不安,有一个人你在线只是在等他,而他的头像却不会在你的QQ里抖动,有一个人你总是忍不住去看他的空间, 即使他什么新鲜事都没有,有一个人你会看他的最近来访和留言,然后又胡思乱想揣测不安,有一个人你一直在等他,他却忘记了你,有一个人你真的好爱他,可是仔细一向你爱他什么,爱他的坏,有一个人你以为他是你的永远,但是他却告诉你你只是他的过客,有一个人你真的可以对他无条件付出,他却不稀罕, 对他来说你只是负担,有一个人你那么那么舍不得,他却那么随意洒脱不在乎,有一个人将会你怎么去爱了,但是他却不爱你了,有一个人你总说要抱下他,却总是忍不住又拿回来回味,有一个人你真的好想他快乐,所以你宁愿自己不快乐,有一个人离开他的时候你笑了, 但是,一转身早已泪流满面,有一个人你好想大声告诉他,我真的好好会爱上你了,因为你发现你真的是真的爱他,但是他不爱你了,这就是事实,那个骄傲的你去哪里了? 删掉了QQ一个人在电脑前流泪,删掉了电话号码,一个人在窗前神伤,大哭一场,允许自己再大哭一场,以后再也不会期待,不会看他在不在线了,不会看他的空间了,不会期待他的信息和电话了,不会期待他会关心你,有那么一个人真的让你受伤了, 记得那个人说过,自私的人会快乐,我自私所以我快乐,但再见了,我那么那么爱你,我一点也不遗憾,值不值得都不要紧,重要的是,记得曾经有那么一个人爱过你,现在我把爱情还给你,那你把我的骄傲还给我好不好? 陪根说,爱情是很容易考验的,如果对方不以同样的爱情来回报你,那就是暗地里的侵略你,在爱情里,最在乎的一方,最后往往是输得最惨的,假如爱一个人没有回应,与其乞讨爱情,不如骄傲地走开,这样,至少,你还能赢得最后的尊重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